是要卖毛胚屋的豪宅 总共价格是2亿6千多万 因为它有116.25平 等于一平是要价230万 可是目前高雄最高的房价 一平68万 所以这个价格蛮奇怪的 房仲后来就说他们是故意标错 就是要让这个物件在售屋网的排序 放在前面 成交机会比较高 卖房网上出现了一间豪宅 位在高雄市中心 116.25平毛胚屋 但这标价说要2亿6千780万元 等于单价一平要230万 比目前高雄单价最高 农16豪宅68万来得高 而我们实际询问房仲 房仲说是标错了啦 我们再回到网页看一下 此件案售出物件 开价价码大约落在2600万 以及2900万之间 实际价格只有网络标价的 十分之一 而标错价的物件已经修改 回到正常价格是2680万 但有房仲透露 不要错 其实是一种手法 当它在按排序 总价高排序到小的时候 它确实会往前面排 那些卖方 它想要制造这个物件话题 然后让大家热烈讨论 这个案子为什么会 定这么高的数字 吸引人家来了解这个案子 原来依照收入网的物件价格 越高排序可能越前面 当然吸引越多人点阅 而卖出去的机会相对增加 而且故意标错 标高不止在卖房上面 还用在了租屋上 因为最近蛮多招商 厂商来高雄 也是希望去吸引到一些 国外的一些外商公司 它定稍微越高 高于市价一些 是有时候 是为了让消费者 有一些还价的空间 但房仲表示 任意更改价位 全部都要卖家同意 因为随意更改价码 涉及广告不实 恐怕也违反了 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 只要被检举 房仲之后被裁罚 6到30万元 卖房租房 PayPal多 但为了交易成功系话题 出法被罚 恐怕得不偿失